嗨 戴诺 戴娜 你们好吗 今天你们愿意学点新知识吗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 看看今天要学什么吧 大晴天 我们学习 我们玩耍 戴诺转盘转起来 知识大门就敞开 看呐 是数字按钮 指针下一步会指向哪里呢 我们要玩超级晚竞猜游戏 地点会在哪里呢 我知道了 我们要去公园玩超级晚竞猜 学习数字 戴诺 戴娜 你们想玩超级晚竞猜游戏 学数字吗 太棒了 这是我们的橄榄球 看呐 戴诺的橄榄球上写着0 戴娜的球上写着1 我们这就去公园看看会学到哪些数字吧 戴诺戴娜 快看 我们要把你们的球放进超级晚竞猜的格子里 小恐龙们准备好学习第一个数字了吗 好的 那游戏就开始了 太棒了 戴诺 你的橄榄球上的0出现在竞猜表里面了 戴娜 轮到你了 太棒了 戴娜 你球上的数字1也出现在方格里了 伙伴们 我们再来玩一次吧 好的 开始 好的 戴诺 二号球给你 三号球给戴娜 戴诺戴娜 你们太厉害了 今天你们学到了好多数字呢 你们还记得有哪些吗 没错 戴诺 你们学到了0 1和 是的 戴娜 还有2和3 伙伴们 你们太棒了 我们下次再见 嗨 戴诺 戴娜 你们好呀 今天你们想学点新知识吗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 看看今天要学什么吧 看呐 是颜色按钮 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我们要用帽子 地点会在哪里呢 我知道了 我们要去公园里 用帽子学颜色 戴诺戴娜 你们想不想用帽子学习颜色啊 首先 这是你们的帽子 看 戴诺的是红色帽子 戴娜的是黄色帽子 我们这就去公园 看看我们要学哪些颜色吧 你们准备好把帽子 戴在鸡蛋先生头上了吗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戴诺 你把你的红色帽子 戴到鸡蛋先生头上 太棒了 戴诺 你把红色帽子 戴在了鸡蛋先生头上 戴娜 轮到你了 我们再来给鸡蛋先生 戴一笔帽子吧 太棒了 戴娜 戴娜 鸡蛋先生 现在有了一顶黄色的帽子 好了 伙伴们 我们再来一次吧 戴诺 给你蓝色的帽子 戴娜 这顶绿色的帽子给你 戴诺 你也想戴帽子吗 等我们学完数数 就会送你们帽子的 好了 我们来给鸡蛋先生 戴帽子吧 戴诺 把你的蓝色帽子 戴到鸡蛋先生头上 太完美了 戴诺 戴娜 该你了 把你的绿色帽子 给鸡蛋先生戴上吧 戴娜 很好 很好 戴诺 戴娜 你们今天学到了好多颜色啊 还记得是什么吗 没错 戴诺 你们学到了红色和黄色 是的 戴娜 还有蓝色和绿色 怎么了 戴诺 你们现在能拥有 自己的帽子了吗 当然可以了 快拿好你们的帽子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和恐龙戴诺学习 嗨 戴诺 嗨 戴娜 你们好吗 今天你们想学点东西吗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用戴诺转盘看看 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吧 是颜色的按钮呢 今天我们要学习颜色 黄色 黄色 快看 是小火车马克 太棒了 我们开始吧 小火车马克会载我们 找到黄色的东西哦 戴诺 戴诺 戴娜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 按下绿色的键 就可以出发了 走喽 戴诺 戴诺 戴娜 今天我们要从这趟旅途中 找到黄色的东西哦 戴诺 那是什么呀 没错 戴诺 这是一朵黄色的水仙花 太美了 对吧 我们戴上它好不好 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黄色的东西吧 戴娜 你能看见树上挂的是什么吗 戴娜 没错 是一串黄色的香蕉 戴娜 我们摘一根好吗 戴娜 我们摘两根吧 一根给你 一根给戴诺 一根香蕉 两根香蕉 好了 小恐龙们 我们还会看到黄色的东西吗 好的 我们再找找吧 戴诺 戴娜 快看 是一只黄色的鸟 戴诺 这只黄色的鸟是不是很漂亮呀 我们问问它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坐火车吧 我们今天找到了一 二 三件黄色的东西呢 小恐龙们 真不错 我们回到戴诺转盘那里去吧 我们学到了一根黄色的水仙花 我们找到了一朵黄色的水仙花 戴诺 戴娜 好好品尝香蕉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嗨 戴诺戴娜 今天是美丽的圣诞夜 你们想学点新知识吗 好的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看看会出现什么吧 我们要学习颜色 我们还要装饰圣诞树 太棒了 太棒了 我们要去搭乘泰德小火车 朋友们 你们激动吗 嗨 泰德 我看出来了 你对我们的旅程感到很兴奋 在旅程开始前 我们需要一些保暖的东西 完美 是帽子和围巾 现在我们要准备出发了 小恐龙们快跳上火车吧 快看看这儿 这些是装饰小球 很美对不对 这些小球是蓝色的 我们戴上它们吧 泰德 我们继续往前吧 看呐 是桃心 这些桃心是红色的 我们也戴上它们吧 好了 泰德 我们继续 哇 你们看见了吗 这些是装饰圣诞树的小灯泡 它们有很多种颜色 我们戴上它们吧 朋友们快看 有一棵圣诞树 我们可以把它装饰一下 我们来看看 都有些什么装饰品吧 蓝色的小球 红色的桃心 还有彩色的小灯泡 朋友们 太棒了 我太开心了 你们的圣诞树 看起来太漂亮了 泰德 谢谢你的帮助 朋友们 圣诞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 嗨 戴诺戴娜 你们好 今天要学点新知识吗 太好了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 看看今天要学什么吧 看呐 是颜色按钮 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我们要玩斑点青蛙 地点在哪呢 我知道了 我们要去公园 戴诺戴娜 你们愿意用斑点青蛙 来学习颜色吗 太好了 首先 这是给你们的小圆片 看 橙色的小圆片 是给戴诺的 黄色的是给戴娜的 我们这就去公园 看看会学到什么颜色吧 小恐龙们 准备好学习第一个颜色了吗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戴诺 把你的橙色圆片 贴在青蛙的肚子上 太棒了 戴诺 现在青蛙的肚子上 有一个橙色斑点了 戴娜 轮到你了 把你的黄色圆片 贴到青蛙身上吧 很好 戴娜 现在青蛙身上有一个黄色斑点了 伙伴们 我们继续来玩吧 戴诺 蓝色的圆片给你 绿色的给戴娜 好了 戴诺戴娜 我们来帮青蛙贴斑点吧 你们太厉害了 今天学会了好多颜色呢 你们还记得有哪些颜色吗 戴诺 没错 你们学到了橙色和黄色 是的 戴娜 还有蓝色和绿色 太棒了 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嘿 戴诺戴娜 你们好呀 今天一起来学点新知识好吗 太好了 戴诺 快去按下戴诺转盘的按钮 看看今天要学什么吧 我们学习 我们玩耍 戴诺转盘转起来 知识大门就敞开 看呐 是形状按钮 指针下一步会指向哪里呢 我们要玩多米诺骨牌 那么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们要去公园玩多米诺骨牌 然后学习形状 小恐龙们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啊 太好了 那我们出发吧 哇 戴诺戴娜 快看这些多米诺骨牌 好大啊 戴诺 快看 这些彩色的球 我们来试试用绿色的球 撞到绿色的骨牌吧 到下的多米诺骨牌 形成了一个形状 菱形 戴诺真不错 我们今天还能学到 别的形状吗 戴娜 轮到你了 试试用橙色的球 撞到橙色的骨牌吧 戴诺 看哪 是一个圆圈 真是太刺激了 戴诺 你能用紫色的球 撞到紫色的骨牌吗 戴诺 没关系的 我们再来试一次 哇 是一个三角形 戴诺太棒了 戴娜 又轮到你了 好 现在用黄色的球 撞到黄色的骨牌吧 太漂亮了 是一个五角星 戴诺戴娜 你们太厉害了 今天你们学到了好多形状 你们还能记起来吗 没错 我们看到了菱形 圆圈 三角形 和五角星形 小恐龙们 谢谢你们今天和我们一起学习形状 我们下次再见咯 小恐龙们 你们俩这时候在干什么呀 已经很晚了 你们该去睡觉了 不是吗 那我们来看看 你们在睡前能学到些什么 怎么样 好的 快转一下戴诺撞坛 看看我们要学什么知识吧 星空夜 我们学习 我们玩耍 戴诺撞坛转起来 知识大门就敞开 看 持数字按钮 指针下一步会指向哪里呢 戴诺 戴娜 你们要数星星呢 会去哪儿数呢 真是一个惊喜啊 我们要在床上数星星 小恐龙们 快带上你们的数据吧 快看那两个可爱的枕头 看起来舒适柔软 小恐龙们 准备好开始数数了吗 好的 我们来看看 到底能看多少东西吧 一 二 三颗流星 哇 戴莫 你看到了吗 还有其他的吗 咦 戴诺 戴诺已经睡着了 戴娜 你来告诉戴诺 您看到了什么吧 没错 戴娜看到了 一 二 三只萤火虫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 还有什么吧 哇 小恐龙们 你们看见了吗 很好 那你能告诉我 有多少朵睡帘吗 一 二 三朵睡帘 太棒了 小恐龙们 快看谁出来玩了 是月亮 小恐龙们 小恐龙们 看来今天的数数已经足够多了 下次再见咯 和恐龙戴诺学习 嗨 戴诺 戴娜 你们好呀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纸杯蛋糕 学颜色怎么样呀 好的 那我们开始吧 戴娜 你能做一个紫色的纸杯蛋糕吗 嗯 嗯 现在开始烤蛋糕吧 紫色的纸杯蛋糕完成了 下一个我们来做黄色的纸杯蛋糕吧 哈哈 哈哈 一个黄色的纸杯蛋糕 哈哈 戴诺 现在还不能吃呢 我们还要再烤一些蛋糕 嗯 我们来做一个蓝色的纸杯蛋糕吧 嗯 哦 戴诺 戴诺 不对哦 那是绿色 我们要做的是蓝色的蛋糕 啊 哦 哦 我们来做绿色的吧 戴诺做得真不错哦 我们今天学习了好多颜色 也烤出了美味的蛋糕呢 一起来总结下吧 粉色 紫色 黄色 蓝色 绿色 嗯 看起来很美味 我们来尝尝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中文字幕 李宗盛